才剛慶祝完朋友生日準備離開 沒想到黑衣男突然跑進店裡 拿出椅子要動手砸人 雙方當場爆發肢體衝突 場面一度大失控 就連勸架的女性遊人膝蓋也慘遭波及受傷 救護人員幫忙包紮 準備將他送醫急救 警方也立即到場要遏止這起大亂鬥 實在罪得太誇張 場面一度僵持不下 上車前還得拜託警方幫忙 把人給帶上去 原來疑似黃糖下渡後 口角糾紛 讓理智斷線 才會當街上演全武行 警方將涉案人等全都帶回 要釐清糾紛原因 不過卻發現在這一波衝突 這名幫忙慶生的三十四歲陳姓男子 竟然是通緝犯身份 因為教招令未到六月十三號遭屏東地檢 以妨礙兵役通緝中 陳姓男子是屏東地檢 在六月十三號發佈的妨礙兵役的通緝犯 也當場逮捕結送歸案 朋友聚餐慶生卻因為口角糾紛 爆發衝突 被抓進警局樂極聲悲 更意外讓通緝犯陷出原形 金新聞中和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